hello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像我這樣 臉上有一些痘痘啊泛紅啊 還有雀斑啊這些東西 怎麼遮 今天就來跟大家仔細的分享一下 OK我們趕快開始吧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個酷東西 就是微電流美容衣 這個是ZIP的微電流 大家記得嗎 這台很好用 如果你是有那種想要讓皮膚緊緻拉體 以及線條比較明顯的話呢 其實這一台非常的夠用 我比較建議這一台是30加 或是35加以上的人再去使用它 因為它的微電流是能量比較強的 而且它的微電流不是只有微電流 因為通常我們聽到的都是微電流對吧 可是呢它自己的公司有開發一個叫做 奈米微電流 所以呢它是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緊緻感時效是比較長的 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喜歡它 它現在出了一個這個新的版本 叫做hello 我尤其喜歡在白天上妝之前的時候用 通常早上起來就會臉會很腫 我就是需要微電流來快速那個欸 消水腫 然後其實用這個的話呢 我喜歡用家裡自己有的精華 我通常不太喜歡用這個美容儀器搭配的精華 那我之所以不喜歡不是因為我覺得不好用 是因為我就是比較想要用我自己平常在用的 所以其實大家你也可以直接用你家有的精華液用就好了 它改版後整個介面也大升級 以前的這一些就是這個是模式 然後這些使用模式有一些是英文的 有些中文的它現在整個翻成中文的很散 然後通常早上的話我是比較喜歡快速一點 所以我會選用的是 減緩浮腫 只要兩分鐘 而且它的強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有感受了 只要打開藍牙就會自己連線 hello這一代的話呢 它的微電流呢 真的超級無感 我說的無感是說 完全不會有那種電流感 因為用在臉上你也不會看到任何的抽動 之前我在分享一些微電流美容液器的時候 有超多人最害怕的點就是 會不會很電 然後但因為我本身就是 呃長期都在用微電流美容液 所以我根本不會害怕那種電的感覺 可是有些人真的很怕 如果你真的超怕的話 我超級推薦你用這個zip的 你看它會有影片教你怎麼推 但是我都不管它 哈哈哈 我就是愛怎麼推怎麼推 然後這樣dj代表一分鐘可以換一邊 結束就這樣兩分鐘結束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化妝 雀斑啊或者是痘痘這附近的地方啊 為什麼一定要加強保養 就是因為這些地方 它等一下要上比較多的遮瑕 而且甚至會比較多層 如果你不把它保養好 然後它要有保濕度的話 它等一下會很容易卡粉 然後也很容易脫妝或是斑駁 然後這台我用起來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它的能量還是非常非常的強 而且時效性很好 但重點就是它用在臉上的那個感受 越來越無感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電流的感覺 我用過非常多微電流沒用衣 很多都是微電流 但是微電流的感受比較明顯 會有一些抽動感或是一些刺激感 然後這台真的沒有 很推薦大家 而且跟你們分享一下 現在呢它是有被台灣的那個政府認證 不是醫療器材 所以你們直接買通關 完全沒問題好不好 接下來呢我要開始遮瑕了 遮瑕之前呢我會先直接的上一個底妝 因為我發現 如果是要遮像雀斑這種地方的話呢 不建議大家在底妝前先遮 因為我發現那樣子就是 很拿捏不好那個顏色的用量 然後就變成你先蓋了一層顏色 然後呢你會發現 欸我怎麼好像校色完之後皮膚又橘橘的 然後我又要用膚色校色 所以我後來覺得 哇這個方式實在是太不方便了 我就是乾脆直接先上好底妝 再開始校色法 然後呢我現在底妝用的是氣墊粉餅 我覺得它蠻好用的欸 它用完之後皮膚會變得斷光感 很自然 但它的遮瑕度就不是很高 它就是中度遮瑕 然後可以把泛紅遮掉的那一種 但是如果你說這麼紅 當然還是沒辦法 乾肌用可能會稍顯覺得乾喔 因為我覺得它整體呢是比較控油型的喔 你看上完這個光澤很漂亮欸 然後我會在臉頰處 有雀斑的地方呢也是稍微加厚一點 先把它整個蓋住 再去加強去蓋一些透出來的部分 這樣就會很精準的上到那些真的透出來的雀斑 好我現在那個上完底妝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都有零零星星的一些雀斑透出來對吧 我已經很用力的用這個底妝去覆蓋 但是還是遮不住 所以我現在就要針對這一些遮不住的雀斑 還有下面這顆很紅的痘痘呢 去做重點式的遮瑕 以及我鼻樑這個一條血管 紫色的很煩 好那像這種地方的話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它很光滑 然後像這種痘痘的地方呢 它是過於粗糙 所以它是一個兩個極端 那這兩個極端呢 其實都要共用同一種遮瑕的質地 一定要用這種比較乾的遮瑕膏才會遮得住 如果你是用這種很濕的遮瑕膏 滑過去它就滑過去了 你那個位置很難控制之外 它就是要變得重複去覆蓋它 因為你可能滑過去之後 你會在拍拍拍拍拍 啊我都不小心 拍太薄了 然後又要重遮 所以你就會變成反覆的去堆疊 這個比較不好操作 反而是乾的遮瑕很好操作 容易在這種很平滑的地方 精準遮瑕 也可以在這種很乾的地方呢 往死裡搓搓到這個顏色都不見 欸 然後在上粉之前呢 請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你這個表面乾燥 以前的方法是說 先疊橘色 校色再上粉底 透出來的橘色再次用膚色去 就是重新的覆蓋變 我發現這樣子的方法呢 會讓粉變得非常的厚重 而且你也很難去控制那個 精準的位置到底要遮哪裡 所以我這次的使用方式呢 是先上好全臉底妝 然後鋪上這種就是粉 你要鋪蜜粉也是可以 但是請用透明蜜粉 不要有任何顏色 也不要提亮 也不要有粉紅色 也不要有膚色 就是你用一個 用在你臉上 你看不出它有任何顏色的蜜粉 然後不要太乾 等一下會很難上遮瑕 先用這個來代替蜜粉 然後呢 讓我這一塊 等一下要上遮瑕的地方呢 是乾燥的 就這樣鋪上去就好咧 沒有就是上底妝那種黏黏的感覺 這樣子 欸 是乾的 是乾的 這樣就OK了 然後鼻子的地方也可以上 那像這種本來就很乾的地方 不要上 好 這樣上完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出 這樣遮瑕 請大家一定要用鼻 不要再用粉撲 欸 粉撲很難控制 好不好 遮一遮 搓一搓 然後調整用量 這樣子 一蓋上去很厚 不行 不行 要這麼薄 透透的 這個才是對的 用點的 這樣點一筆 因為很乾嘛 所以這樣一點 喔 顏色就會遮住 然後再點 喔 顏色又遮住了 哇 喔 哇 不見了 有沒有看到 不見了 好激動 我覺得自己的反應好奇怪 這邊有一顆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顆 好 我這樣 喔 搓一搓 喔 搓一搓 搓搓搓搓 不見了 然後 忘記跟他們想你要用的那個遮瑕膏的顏色呢 是要跟你本身膚色一樣的喔 就是一模一樣的膚色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買任何的校色的遮瑕膏 主要就是跟你膚色一模一樣 因為你這樣遮完呢 你就不會看到顏色不均 膚色不均的問題 你一遮完 它就是直接跟你的底妝和膚色融為一體 然後請大家一定要用刷子 那我個人是推薦用這種 迷你拇指刷 很好控制那個位置 我在示範這一邊 這邊好像看起來 雀斑特別特別的明顯 拍拍上粉 搓一搓 然後把那個用量調整一下 用點的 現在點這一顆 點上去 喔喔 不見了 這樣喔喔 不見 完全沒有色塊 好旁邊有點太黑 因為有其他的那個雀斑 那我稍微處理一下 好就這樣 還有臉頰這邊有一顆 點一下 然後就消失了 好簡單 而且 沒有色塊 嗯 那像這種痘痘呢 你就真的要用校色的遮瑕了 要帶有點綠膚色的好嗎 然後一樣的手髮 這個地方因為它很乾 然後它又有死皮 所以這裡不需要用任何的粉狀 去把這個表面弄乾 直接就是點上去就對了 點 然後微揉 揉進去 因為它會有一點 皮膚表面就是沒有那麼的平整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揉進去 然後像這樣遮住之後呢 你就再也不要碰它了 你不要想說 我還有一點沒遮完 不要 你留個一趴在那裡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點點微微的黑 我們不要再去碰它了 因為我想要跟大家講 你越碰有可能越糟 那我們就留那0.01的暗沉 其實沒有人會發現的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上蜜粉了 而且請大家注意一下 是一定要上蜜粉喔 一定絕對要上蜜粉喔 就用粉撲 然後薄薄的拍一層就好了 因為我不希望大家用那個 筆刷去摩擦 筆刷的刷毛呢 有可能會破壞掉我們剛才 好不容易鋪好的遮瑕上 現在這樣子 我就輕輕的薄薄的鋪一層 也不要選太乾的蜜粉 我們就這樣薄薄鋪一層 然後包含這邊 剛才遮痘痘的地方 也都薄薄鋪一層 這樣鋪完之後你看 嗯 是不是 超級乾淨的 超級乾淨的 而且也不會有厚粉 而且也不會有那種色塊感 哪裡橘橘的啊 哪裡太白啊 因為這些顏色都是你原本肌膚的膚色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超級讚 那為什麼我要先用這個粉呢 因為這邊太平滑了嘛 所以用粉去增加它的摩擦力 之後再用膏上上去 它就會扒得更緊 黏得更死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噴一層那個 定妝噴霧之後呢 然後你再上蜜粉 當然這樣會扒更緊 對 所以有扒更緊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定妝噴霧來處理一下 現在就結束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想說 啊我可是我喜歡有一點光澤感的 可是我現在就是上完蜜粉之後 我整臉都霧霧的怎麼辦 那你就請你用水光棒 好不好 用水光棒 增加局部的光澤感 也可以讓臉 是水水亮亮亮的 像這種水水亮亮的光澤啊 最好是局部 不要全臉 不然會油油的 然後讓人在笑的時候有什麼 光點 這樣就好了 然後側面的地方呢 我就不打了 沒有光澤的 這邊是打光澤的 是不是看起來還是一樣有水感呢 然後我們這個光澤的地方呢 也可以打在鼻樑的地方 然後還有這個側面的地方 就是這樣 我這樣子遮得完美 妝也看起來乾淨 然後呢又不會有厚粉感 然後又簡單的一些遮瑕方法 就跟大家分享 呵呵 這個方法呢就是我現在用起來覺得 最順手 而且最方便 而且失誤率最低的一個 遮卻斑還有遮痘痘的方法 就分享給你們 那你們就試試看吧 如果有覺得還不錯的話呢 也歡迎回饋給我 或者是說你覺得 嘿怎麼沒有用 遇到問題 你也可以回饋給我 因為其實我的影片主要就是解決大家 穿搭還有化妝的一些困擾 好不好 你們有困擾就應該跟我講 然後我再去想辦法幫大家解決我 請大家多多回饋給我 你們的一些感想 好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點個like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G 裡面會分享很多化妝穿搭的一些reels 然後分享速度會比較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Bye 來吧 來吧